最近新开播的电视剧《心想事成》,观众发现两位老戏骨,31年前他们就曾饰演一对夫妻,如今他们又再次合体成为荧幕夫妻。 在人世间中,他面对小儿子是温柔可爱的母亲,在另一部电视剧《情蛮九道弯》中,他又转身变成了刁蛮的婆婆。 当他和孩子吵架的时候,他的脸部肌肉都在跟着演戏,声音不时地颤抖着,当留下他一个人的时候,又在门前徘徊,在一个老年人的可爱与对儿女充满恨意间切换自如。 而张凯丽时刻就是喊破喉咙,如果到了插腰吵架的场面,他的声音又会提高八个分贝左右,还要举起手来比划比划。 配上脸部不屑的表情,这样的状态观众也看不明白是想表达什么,不得不让人怀疑,这是国家一级演员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吗? 有观众总结过张凯丽表演的三连拍,瞪眼,皱眉,扯着嗓门喊。 他的演技似乎在三十多年前达到巅峰后,就一直在下滑了,在去年的热播剧《人世间》中,就有很明显的痕迹。 在那部剧中,他扮演的是个说一不二,对下属关爱有加的老干部,这个人设是招人喜欢的,遗憾的是从他艺厨厂开始,就是拿枪拿掉的做派。 不管跟任何人搭戏,他都是一副领导做派,看着极其别扭。 他的老戏古称号,也确实徒有虚名。 话操理不操,他属于是老天爷赏饭吃,后天不用很努力地啄。 偏偏他却能在借助时代的红利,在圈内混得风生水起。 回顾他塑造的每个角色,他刚好遇上了多部现象级爆款作品,趁着时代热点,抓住一波红利。 运气真是好到爆棚。 除此以外,还有他的广泛资源,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。 多部现象热播剧的导演都是李璐,和他是多年的好友关系,因此一旦有新戏开拍。 在角色的挑选上,李导首先想到的就是张凯丽。 这都源于他平时做好了友谊关系的维系,也为自己的女儿成为演员铺好了路,这也是情理之中,无可厚非。 最后,不得不提的就是他在媒体面前,给自己打造的表演艺术家的人设。 人世间在长春拍摄,他作为参演的演员之一,导演体谅他拍戏来回奔波的不易,主动提出来把他所有的戏份集中起来拍完,但是他却果断地拒绝了。 因此,他在拍摄的时候,前前后后去了外地九次,敬业本来就是最基本的职业素养,演员当然也不能例外了。 他的这一番敬业精神,也随着电视剧的热度而被各大媒体头条所赞扬,凡是有关于电视剧报道的稿件里,都能看到对他此事件夹奖。 在不知不觉间,他在圈内就有了得意双心的艺术家形象。 接受采访期间,他也曾以老卖老,讲述他对演员的认知,演员要静下心来踏实演戏,好好琢磨角色塑造,不能为了钱而赚钱。 听起来很高大上,却跟他的实际表现差距很大。 在他身上有着很多头衔,政协委员,国家一级演员,金英奖得主。 但是有分量的表演奖项,好像就只有30多年前刘慧芳角色了,也就是说,在他一举成名后至今,演艺生涯中的奖项颗粒无收。 如今被观众嫌弃演技,他也确实该反省下了。